作为当年《非英三书》中最漂亮端庄的一位, 方文林从出道以来就颇受外界瞩目, 多才多艺的她能唱能演,堪称全能, 或许正是因为形象太过出色, 让她在感情上栽了不少跟头, 与王杰纠缠多年的感情让她疲惫不已, 而之后又与丈夫出轨, 十年的婚姻破灭,与两女儿相依为命, 现在已经年过五十的她,只想认真做好自己, 至于是是非非相信明眼人自有评说,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,就在娱乐白小生,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方文林的故事, 去年四月新二代于其威在社交网上拍了轻生照片, 于其威说,22岁和最喜欢的家人们在一起, 想起21岁的自己其实很棒, 好也好坏也好, 最大的突破和变化应该是进入演艺界, 曝光的画面中, 于其威留着一头乌黑的秀发, 大大的眼睛非常灵动有神, 青春气息浓郁, 与身边的妈妈方文林同框, 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, 方文林的名字并不熟悉, 但对于大多数80后90后来说, 她就像是女神一般的存在, 方文林1965年6月13日出生, 1985年以前, 方文林一直在台中某西餐厅当助唱歌手, 在原本反对她唱歌的妈妈鼓励下, 参加台式综艺节目《综艺金榜》的唱歌比赛, 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连过十关, 获得冠军宝座, 因此得到四海唱片青睐, 签了三年合约, 虽因四海唱片内部财务问题而未能出片, 但方文林在公司同意下参与《滑稽新传》, 《淡水最后一班列车》两部电影演出, 拍了一些广告就此踏入演艺圈, 1986年1月1日, 方文林加盟飞音唱片公司, 并与邱海正伊能静三人, 以飞音三叔亮相, 三个人个性很鲜明, 伊能静主打, 活泼可爱, 运动员出身的邱海正阳光健康, 而方文林则是文静端庄, 其实从三个人的演艺基础来说, 方文林是最扎实的, 得过综艺选秀的冠军, 签过正经的唱片公司, 只是签约之后亮了两年, 唱片公司也倒闭了, 这期间倒是当配角演过几度《夕阳红》、 《烟雨蒙蒙》, 还拍了几部广告, 转了个脸熟, 好在歌坛前被刘文正想在扶植新人方面有点作为, 成立了飞音公司, 把他和另两人网罗门下开始了悉心教导, 从个人形象来说, 方文林也是最占优的, 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正反馈, 刚起步时, 他被认为是刻意模仿早几年出道的玉女歌手杨玲, 再加上两人长得也有点像, 反倒受到一些抵触, 所以他的第一张专辑标题曲, 就是标榜自己的差异, 不一样的女孩, 方文林曾是少男杀手, 因为形象单纯, 刘文正把方文林朝玉女歌手方向打造, 毫不夸张地说, 倘若方文林当初按照公司和恩师刘文正所指明的方向发展, 一定会成为演艺圈不可多得的艺人, 可偏偏那时的方文林还太小, 太容易感情用事, 在青春懵懂的年纪, 方文林爱上了王杰, 并甘愿成为其背后的女人, 此举无异于让刘文正所有的努力泡了汤, 两人的师生情意也一度濒临破灭, 方文林出道之时, 公司为她一手打造的玉女形象, 也因为这段恋情全输作废, 和王杰相恋期间, 方文林不止一次和恩师刘文正翻脸, 只为陪在王杰身边, 底时的王杰曾经有过一段婚姻, 而且早为人妇, 可以说她和方文林之间, 本身就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, 只是那时的方文林并没有考虑到这些, 在她看来, 爱情不过是两个人的事情, 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心, 方文林不惜剪掉长发, 甚至甘愿淡出墓前帮她带小孩, 可即便是这样, 方文林都没能得到王杰全部的爱, 四年爱恨交杂的瞬间, 最终也不过是一句分手, 言济遂矣, 置于报矣, 昔日恋人反目成仇的戏码, 也成了方文林和王杰的主场, 两人分手以后, 王杰控诉方文林骗婚不检点, 面对这样的指责, 方文林也不止一次做出回应, 但争吵过后, 她笑称, 王杰早就不是我生命中在意的人, 谈不谈她也无所谓, 爱得坦坦荡荡, 放手时也格外干脆, 不脱泥带水, 不在意外界的目光, 之后方文林遇到了歌手于冠华, 1996年, 在放下与王杰的爱恨情仇之后, 方文林与于于冠华结婚, 却不想这段最初被众人祝福和看好的婚姻, 也出现了问题, 于冠华曾在迎娶方文林时感动落泪, 最终仍外遇离婚, 曾几何时, 于冠华也是个意气风发的圈内才子, 歌唱写作皆不在话下, 两人也曾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, 并且有了两个女儿, 但很快婆家原生家庭的问题就暴露出来, 只是两人结婚后不久, 于冠华的兄长便爱上了金钱的买大买小, 不再专心于事业, 后来致使负债累累, 于冠华爱于兄弟情, 还替兄长还债, 对自己的家庭反而不闻不问, 这让方文林有苦难言, 不得不靠自己拍戏养家,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, 方文林多次与老公交流, 但都没起到什么作用, 她也因为受不了想要离婚, 但看看两个年幼的女儿, 她还是选择了迎刃, 但即使这样退让, 她依然没能维系好这个家庭, 两人结婚第十年, 老公婚外情被媒体曝光, 这下积攒多年的委屈一下子迸发出来, 方文林再也无法容忍, 我们很难评价, 于关华的选择是否正确, 毕竟一面是手足情, 一面是自己的家庭, 但作为女人, 面临这样的处境, 无疑是内心充满委屈的, 尽管方文林选择了退让和隐忍, 却没能换来对方的珍惜与自责, 反而进一步做出伤害妻子的事, 这样的婚姻散了也未必是一件坏事, 这件事也一度让方文林很是苦恼, 原以为结婚便能找到依托, 却不想自己活成了自己的英雄, 原以为丈夫会因为女儿们的出生有所担当, 却不想于关华出轨, 又被媒体碰了个正招, 于关华当时坚称没有带女人开房, 在镜头前亲吻方文林化解婚便遗云, 未料事隔不到一年, 于关华再度被媒体拍到带女人开房间的照片, 这回他不再否认, 发出亲笔声明为了不再伤害文林, 今天我们已经协议离婚了, 不但每晚回婚姻, 还放弃一切权利, 方文林即便再怎么心痛, 还是铁了心答应离婚, 并拿到两个女儿的抚养权, 十年婚姻方文林满是大度, 却从未换来半点体贴和温柔, 自此那个曾经对爱情满是向往的方文林, 决定在以后的日子里独自抚养女儿, 离婚后, 于关华于2017年再婚, 方文林则单身15年, 不打算再结婚, 回复单身后, 于关华于2017年再婚交往半年, 小9岁圈外女友, 方文林则不愿再踏入婚姻, 表示如果有缘, 仅想要有伴侣就好, 根据媒体报道, 方文林自认重视自由空间, 不适合跟别人一起生活, 现阶段只想继续工作赚钱, 不愿再迁就, 方文林把所有的爱, 也都投射到两个女儿身上, 她坚强了起来, 努力工作给女儿们更好的生活, 但为了不让女儿们为难, 也希望她们有更完整家庭的爱, 方文林并没有选择记恨, 而是选择与前夫家, 继续保持良好关系, 甚至与前夫再婚对象还有着互动, 方文林, 我就是要平静, 要快乐, 不折磨自己的心, 再来只要让孩子们开心快乐, 得到更多人的疼爱, 对我不是很好吗? 其实前夫选择再婚时, 她还亲自送两个女儿去参加爸爸的婚礼, 当时前婆婆特意下楼, 对她的同情打理表示了感谢, 方文林, 孩子的奶奶姑姑也一起下楼来, 眼眶含泪一直跟我道谢, 在人生中我已经找到了最好的自己, 现年57岁的方文林, 脸蛋和身材都保养得十分良好, 前年方文林客串了一部电影后, 今年开始接演了一部舞台剧, 这也是她在淡初演艺圈25年后正式复出, 50多岁的方文林保养得宜, 肌肤白皙细腻, 容颜未改依然美丽, 方文林的女儿也都已经长大了, 母女二人合影, 亲密似姐妹, 方文林和女儿们感情融洽, 平常也不太干涉彼此, 顶多问下几点回家, 贴心的女儿担心妈妈安全, 还特地帮她下载定位软件, 三人随时都能知道对方在哪里, 面对感情空窗期, 她笑说, 现在生活安排得很满, 没时间想感情的事, 谈感情是很累的, 而且只有在暧昧时最美啦, 人们常说为母则刚, 方文林能够如此胸怀宽广, 更多的还是为两个女儿, 营造一个有爱的家庭环境, 毕竟埋怨仇恨解决不了问题, 过去的中秋过去了, 也希望同样在感情中受过伤害的人们, 都能选择释然, 解放自己的内心, 轻松幸福地过每一天, 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,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,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, 喜欢视频别忘记点赞关注,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, 我们下期再见。